梁小姐 杨徐就是个床画的 你没有必要为人的 你也知道 咱俩他谁都得解不起 这就是你们想出的办法 很高明嘛 他扮演若小无辜 你扮演伸张正义 那我就是世强凌若好了 行 要不你先回去 我知道咱俩不投缘 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今天找你 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梁凡要终止和我的合作 你说什么 你是反对 我们做写字楼开发的对方 你给的那些资料 我全部都看过 我也明白难度很高 不适合新公司来操作 所以我决定 先把地囤起来 做一到两个体量小 周转快的别墅小 一来可以积累开发的经验 二来可以增加公司自有资金 减少梁叔叔那边的贷款压力 我觉得这是在向现实做出妥协 但是梁凡不同意 这几天天天天跟我闹 还说要跟我拆伙 可是梁凡不是一向都很听你的话吗 这么点小事你不用找我求助吧 就是因为你说梁凡什么都听我的 这大少爷 这大少爷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 最近不管我干什么 他都要跟我唱对台戏 好像不这么做 就无法证明他的智商 说实话 现在拆伙 对我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的精英能力你是知道的 肖先生这个是在威胁梁凡呢 还是在威胁我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分析情况 但是我记得当初建造办公楼 是你的主意吧 现在你弟也拿到了 第一期贷款也到手 但是你却突然改变主意 所以别说精英能力了 我对肖先生的商业信誉 就想打一个问号 当初做铁做的开发 是我决策的失误 这个责任 我不会推给任何一个人 总结原因呢 是我没有正视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盲目的跟风 那做别墅项目 就能体现出肖先生的优势了 梁小姐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是学建筑的 我想从设计出发 找到一条超越同行的捷径 这个项目 我给它取名 锦云礼 取自全唐诗 海水西飞 赵百林 青云鞋椅 锦云深 从名字可以推之 整个项目 研习了中国古典风格 并结合现代化的需求 做了适当的改革 整个建筑 借鉴建了 灰州民居的古朴风格 青砖 白瓦 码头墙 在细节上 力求繁复 比如这个卧室 会有一扇天窗 当你清晨醒来 能够感受到玉里阳光 透过窗铃 撒在你的脸上 而林杰的这一排呢 为了保护隐私 采用的是内盲窗 还有小区中央这一栋 完全照搬了苏州卓正园 小苍浪亭的构造 南窗北建 跨水而居 构成了一个独立 闲境的小院 老乡 你可能不太清楚 梁小姐这个人 不太喜欢古典风格 隔行路隔山 你说的很多东西 我确实没有听懂 但是 有一点我听懂 那就是你在一个别墅项目中 做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这就是我说的结迹 最近这段时间 我考察了上海 所有正在建设的别墅 一共有八处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缺乏设计感 外观上 青一色的红瓦白墙 如果这个时候 有这么一个小区 每一栋房子都各有特色 的话那倒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那价格呢 你跟同类产品比 价格如何 而且销售上会不会有压力 这种改动值不值得 价格上 我绝不会超过市场下 这样做无非就是 利润点低点罢了 这个项目是公司的第一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 不仅仅是赚钱 最重要的是 打响公司的品牌 要让所有人知道 房地产市场上 有我这么一号新币 了解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从你目前这个方案 我确实可以看出 你对别墅市场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而且你也抓住了 同行业 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依然想提醒你 只是设计上的不同 并不能够让你的项目 击败所有人 我目前的目标 并不是击败所有人 是先让企业活下去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